陆博士在房地产一线工作 清理市场的起起伏伏 涨涨跌跌 感受最直接最真实 那些骂娘的 唱衰的 都不是正确的 将吸两字 市场明显看房子的多了 成交也多了 昨天约了八套米逊式的独立房 其中五套已经接受offer 这才是现实 而更多的人 还沉浸在下跌的思维里面 岂不知市场已经悄然变化 那种 见杯水之冰 就知道天下之寒的论断 就是扯淡 在加拿大 总有一些人希望房价暴跌 房价下跌 似乎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 似乎温哥华的房价已经高得 让很多人难以负担 特别是年轻人和首次购房者 他们很难存购首付 即使能存购 也发现按揭贷款压力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房价下跌就像是一线希望 让他们觉得买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自己的家 不用再为租金上涨和平凡搬家而烦恼 他们期待房价的调整能让买房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 而是更多普通人可以实现的目标 然而 这次又恐怕事与认为 大温哥华和飞沙河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正努力应对有限的库存 这支持了价格上涨 飞沙河谷具于领先地位 83.3%的社区独立屋平均价格有所上涨 这趋势在大温哥华地区也很明显 有70.6%的社区房价中位数有所上涨 由于连排和独立房房屋量短缺 东欧温哥华独立屋的中位数价格升至197.5万元 自去年以来上涨了4.6% 政府的干预 比如延长二手房购买者的摊销期 继续降低房地产贷款利率的预期 这会导致房地产和尔蒙的上升 潮流开始转变 这会导致房地产贷款利率的预期